我们来看一下 那一样我会把那个上个礼拜每一次上课的连结 都会放在我们的那个教学论坛里面 所以你回去呢假如要复习的话 比如上个礼拜151这个题目部分 你想要把它怎么 写取那个刮符中的字串 那一个练习题的话 当然我们有很多解法 包含就是说用那个内建的函数 函数里面的话 当然第一个一定会用5函数 第二个的话用密的函数 第三个的话用ifl函数 OK所以这三个函数 当然呢第一个 至少就是不要用土法链钢 那当然最基本的 你一定要会用函数 OK那当然函数的话 其实还有一个缺点 就是说你可能要 在一个公式里面要完成这么多的 这个函数应用 其实有时候还是蛮麻烦的 而且不见得有效率 所以我们又用了其他的方法 包含就是用VBA的方式 那VBA我讲过了 至少包含两种 一种是用sub sub的话呢基本上就对应 就是将来会产生按钮 按下它之后 自动事情就解决了 第二个的话你可以用function 方选的话一样 在Excel里面插入函数呢 那会显示出一个 你自己定义出来函数 OK也许叫什么 瓜糊自创函数之类的 反正就取个名称 那相关的影片 一样在这边 你也可以把这个影片 稍微再看过 大概就五段影片 OK 然后观看次数其实还蛮多的 比我们那个总人数还多很多 OK 不公开的 所以外部如果要看这个清单 也看不到 那还是有同学 在上面有留言 也问问题是还蛮好的 甚至还有一些是只是 要刷存在感 他说我来刷存在感了 好 至少我知道那个同学的名字 OK 那我比较有印象一点 OK 所以如果你想要让我多记得你 如果加上你希望你的平常成绩 如果希望再多一点点分数的话 那也许你可以在上面稍微 跟我互动一下 那问个问题也可以 好 那再来的话 今天的话 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另外一道题目 所以请各位 接下来呢 再开启其他题目 这边其实有很多道题目 那我们先从简单的开始 其实还有很复杂的 那未来我希望 可以直接拿一些 身边 或者是说呢 可以很容易取得的资料 我们利用那个资料呢 来做一些数据的分析 得到我们要的结果 那比如说还有另外一题 请各位待会开启这个 152分别截取长宽高 这个练习题 那这个练习题里面的话 其实跟那个151有点雷同 只是说呢 上个礼拜的那个题目 它的那个刮虎就一个 那目前的话 这个长宽高 总共会有三个 所以呢 当然如果我们要用那个函数 它这边有一个已经做出来 你就把它delete的掉了 如果我说我今天呢 希望哦 用最快的方式呢 可以得到结果的话 那用什么样的方法 最快 当然你可以啊 想想看 如果用那个什么 插入函数 用函数来解决的话 当然你会遇到一个问题啊 如果用什么 文字类的函数 当然呢 也如果用 可能还是得用这个 φ函数 可是问题 φ函数会有一个问题啊 它基本上会用三个参数 要找什么 找前刮虎 有没有 那V10印的话 在哪边找 在这个储存格里面找 可是问题哦 它找的话呢 第一次哦 它会先找到这里 可是问题 如果你要找第二个刮虎 第三个刮虎怎么办 那就问题了 那其实 你可以透过另外 第三个参数 star number 这star number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你找到 它指的是哪一个字开始找 如果说你从头找 从第一个字开始找的话 它会找到第二个字 可是如果你从第二个以后啦 比如说第三个字开始找 那它就会找到这个 这个的位置 应该什么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第九个 OK 然后往下找 可是问题哦 你会发现哦 这个怎么怎么把后面的东西找出来 所以其实跟各位讲哦 以这一题来看 如果你用函数的方式来做哦 应该是可以做出来 但是非常麻烦 OK哦 那如果说我 假设我不用那个什么 不用这个上个礼拜的这个函数来做的话 用VBA会不会有比较有一些优势呢 所以请各位可以想想看 如果我直接用VBA来做的话 也会比较快一点点 OK 另外的话呢 这里面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可以让你加快速度 其实哦 跟各位讲 你可以试试看有个功能 什么呢 叫做资料剖析 这个资料剖析哦 它可以帮我们哦 解决这个问题是 应该是这边所有的问题里面最快的方法 所以除了说函数 除了用VBA之外的话 其实资料剖析或许也是另外一个解法 那请各位呢 先试试看哦 把这个题目打开来 然后先想想看哦 有没有什么 解决这个问题最快的方法哦 试试看哦 等一下 当然第一个哦 如果你用那个上个礼拜讲的这个文字 FY函数跟MID函数的话 其实也做得出来 只是说非常琐碎 对甚至其实跟土法链钢其实已经没什么两样了 OK哦 所以第二个的话 其实你也可以用什么 上个礼拜讲的那个 我们的刮户之外 其实你可以用 寻找 寻找前刮户 寻找后刮户 只是说位置稍微 变一样 它在A栏 OK那可是我们现在的资料在B栏 所以你可以把A改成B其实就可以了 但问题哦 上个礼拜只有一个刮户 那今天的话有三个刮户 那所以你必须怎么样 你如果要找的话 变成说你要先找到前刮户的位置 然后要避开前 就是避开第一个才能找到第二个 也就是把这个位置再加一 才能找到下一个 才能找到下一个 所以其实倒也是蛮麻烦的 蛮复杂的啦 OK哦 所以然后还没有更简单的方法 其实这边提供给各位一个方法 如果说我们今天要解决这个问题 还好 这边的话 它有一个固定的规则 什么规则呢 刚好呢 它这个资料的位置哦 都在同一条线上 有没有 就是固定啦 都在这个线上 我顺便讲一下哦 其实你会发现这个刮户哦 这个前刮户跟这个后刮户 有没有 那你不能用上个礼拜的那个半型的哦 因为它的刮户哦 它这个地方是什么 它是全型的哦 有没有发现 所以如果你要找的话 你用那个半型的话呢 那会找不到 OK 所以这一点可能还是要特别小心 所以这一题复杂度其实蛮高的 所以哦 我们干脆直接用 想到哦 应该是最简单的方法 所以哦 以后的话 请各位也慢慢要习惯哦 就是Excel里面所提供给我们相关的 呃 这些功能 其中的话呢 刚好我之前用过一个功能 我觉得还蛮好用的 所以我就试做看看 这功能的话就从资料 上面有个面板叫资料 资料里面的话 有个叫资料剖析 OK 那资料剖析里面的话呢 我们如果说呢 呃 要把这个资料呢 做取得我要的那个部分的话 比如说我要的刚好是在 这一个刮壶里面的话 其实你会发现哦 假如说我今天用资料剖析哦 你会发现哦 第一个哦 它会跳出两个选项 第一个 请问一下 你那个资料 如果要帮你分割的话 有没有剖析嘛 那请问一下 你那个资料呢 到底用什么东西来分割 是符号呢 当然啦 我们有前刮壶 当然也有后刮 可是问题 它的分割 分割符号的话 只能够是单一的 比如说类似像顿号 所以如果你要分割符号的话 可怕切割来 你还在切割 还麻烦 那第二个还有 还好它这边有提供一个 第二个就固定宽度 刚好固定 有没有固定宽度 位置刚好 所以其实第一个 我们可以用这一个 再下一步 再来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看到 假设啦 你看奇怪 你的资料怎么只有一个的话 请特别注意 你选错了 记得啊 选的时候一定要把什么呢 把你要剖析的资料先选取 也就是说呢 第一个动作呢 请你一定要选这个范围 因为我刚刚油要放这里 所以它只会带一个资料 所以这边先取消一下 OK 这边把它取消一下 第一步请各位注意 一 请你把这个范围选起来 OK 不过我还是建议啦 如果你要选取的话 建议是Ctrl-Shift向下 意思怎么样 先油标放在B2 Ctrl-Shift向下 是向下选取 再来资料剖析 固定宽度下一步 你会发现哦 这个时候啊 它会帮我把什么 这边的资料 就帮我带到这边来了 OK 第一步 固定的宽度 第二的话呢 下一步 下一步它问你说 上一步一下 它问你说 它这边有显示说 你要在什么呢 你要这个分割的地方按一下 怎么按啊 特别说它有个机关 这边的话是一个尺 这个尺柜的地方你把它点一下 比如说我这边想要画一条线的话 你可以把它点一下 它就画一条线了 哎 有没有 刚刚好因为它这个固定宽度啦 所以满符合这个功能的 所以把它点一下 OK 这边要点一下 点一下 啊 点歪怎么办 这比较没有关系 你可以移动它 这边有个三角 你把它按住不要放 往里面移动 这样的话呢 假设你点击 不对的位置的话 也可以再做移动 没关系 比如说你这边点 点歪了没关系 你可以再把它移过来一点点 OK 好 那也就是说呢 我们在我们要的资料的前后 加上什么 加上一条线 OK 好 按下一步之后的话 再来特别注意哦 下一个步骤哦 意思是说 你要的资料 留下来 你不要的资料不显示的话 特别注意哦 我要的资料是这一个 这一个 这一个 这三个地方不动哦 需要去掉的话 特别注意 我这个地方不要的话 那记得哦 请你选择不会入此栏 OK 这个不要 这个也不要 所以不会入此栏 这个也不要 这个也不要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选完 意思是说留下我要的 要的地方 不要点选不会入此栏 其他的话呢 就点选不会入此栏 那最后的话 目标储存格 意思说 那你要把切割之后的东西放哪里啊 他预设好像是把我放在B2里面 可是他把旧资料盖掉 可是我并不是要把它盖掉 我应该是要把这些资料 放在C2延伸出去的这个范围 所以哦 记得哦 最后目标储存格 请你把它改一下 Delete掉 改成这个C2的这个位置 点一下 好 他就知道说 把这边切割完的东西 帮我把它延伸放在C2以后的延伸范围 按完成就可以了 好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哦 他会跳出一个警告 这个警告的话就说 这里面已经有资料 通过了 就是used啦 就是你已经曾经使用 他就会跳出这个啊 是不是要取代啊 那我们按确定就可以了 有没有 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哦 他就怎么样 帮我把这个资料 有没有 这边的资料 放到C底下 这个资料呢 这边以下的 放在这里 有没有一个 这个很快的 他就通通帮我把资料 全部通通都放过来了 OK 所以你会发现哦 假如说呢 你不用资料剖析的话哦 我看好像也没更快的方法 你用自己写程式也不够快 但是问题来了 如果我今天希望 因为我每天哦 都会有这个资料 我每天都要再做一遍 那如果我还要再做一遍 那其实也浪费时间 那是不是说可以哦 帮我变像那个 我们之前做的两 做按钮 对 录制聚集就好了 对 所以哦 请各位做完之后哦 再把它用录制聚集的方式 把它变成两个按钮 我希望的效果是 按一下这个按钮哦 它就自动帮我把它剖开来 到这边 那这个的话就把它清除掉 就这样 两个按钮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哦 来 那当然呢 这些方法哦 如果你不会 工作上当然也可以进行 只是说没有效率而已啦 我们现在 主要是针对这些范例哦 跟各位讲 用什么样的方法哦 是相对比较有效率的 OK哦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哦 当然以这一题来看哦 用这个内建的那些函数来做哇 那其实也是挺麻烦的 也是挺复杂的 那用VBA可不可以 其实VBA可以写得出来 只是也是相对比较麻烦 所以看起来的话最简单 而且最有效率的方法 也就是利用资料里面的资料剖析 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哦 那请特别注意哦 第一个动作一定要先 把B2到B8整个选起来 然后再按资料剖析 否则的话它会 显示不出你要剖析的资料哦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哦